七十年代 按时尚的说法就是新生代 今天我们去看一位新生代人的家 从这个调皮的箭头 你是否领略到主人的浩克之情 这无疑是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空间 有一种轻松和另一种有序的氛围在此弥漫 这三盏镂空圆孔吊灯 营造了一种曼妙的氛围 饮食男女在此可以脱俗一点 情调许多 这一整面墙 近乎于无背景的背景处理 只运用了石膏版拉槽工艺 配上玻璃 在灯光的照射下 显得干净 大气 对面的沙发背景 一排五个黑画框 很具平面美感 红色布衣沙发 年轻而热情 奶牛图案的靠背 更是可爱无比 最让人动心的还是这个厨房 黄与白的搭配 醒目而出味 有这么漂亮的厨房 怎会不乐得尝尝下厨呢 烹饪也要唯美的背景 大概这是新生代人的普遍标准 既要美 就适将美丽进行到底 厨房的一角 也成为展示美的舞台 背景墙边的两根立柱 避免了卫生间正对房门的尴尬 客卧 选用了时下流行的板式家具 色调和花纹充满北欧风情 主卧室采用了无主光源的设计手法 将衣橱与床背景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使这一空间紧凑明亮又宽敞 一侧宽大的窗台放着坐垫 随意而休闲